针对美国军方改口承认有美军士兵因伊朗报复受轻伤 舆论指责美方有瞒报嫌疑一事 五角大楼发言人17号解释称 并没有试图推迟发布伊朗此前袭击 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造成美军人员受伤的信息 并强调国防部长也是在16号才得知此事 五角大楼17号证实 受伊朗袭击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的影响 多名士兵出现脑震荡症状 其中11人被送至德国和科威特进行治疗和顾理 五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说 无论在飞机上还是路上 他们都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 暗示这11名伤员伤势轻 同时他还表示 国防部长埃斯珀16号才得知这一消息 只比公众早几个小时 对于外界指认美军拖延公布消息 有些人怀疑我们为了某些不知所云的政治目的 故意轻描淡写受伤情况 这种想法根本站不住脚 当地时间8号凌晨 伊朗对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袭击 此后不久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迄今为止一切都很好 之后他又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时称 由于提前采取部队分散等预防措施 以及使用有效的预警系统 美方和伊拉克方面均无人员在此次袭击中伤亡 不过根据媒体此前公布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和埃尔比勒空军基地 预袭后的现场图片来看 除了坚固的机宝被炸毁外 美军的营房和其他设施 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